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政,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這禮拜又有花鑽石的限時賽事啦,我們又要來花鑽石啦 首先要晉升VIP才能夠參加這個賽事 所以我們來花VIP券吧 你確定要使用這張VIP券嗎?確定,來 有VIP啊,可以參加賽事 先按參加再花鑽,來參加 好,我們參加了,來,好,那我們要花鑽石來買什麼呢,買這一隻BOSS龍 叫做暴躁龍王,暴躁龍王750鑽,花下去,來,好,使用寶石立即購買,確定,來 已經在孵化槽裡面了,直接孵化就可以了,來 耶,放置,放置 放在這個我已經升級了BOSS龍七夕地,來,放下去 好,你看 拿到里程碑 250鑽 取得 好的,那我們250鑽拿到手了 那這個賽事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好,那進入重頭戲之前呢 先回復一下網友的問題 有很多網友問我說 你玩這個遊戲到底有沒有花錢 有沒有課金呢 我告訴大家,剛開始玩的時候我不太會玩 所以呢,我的確是有課金 大概花了150塊台幣 150塊而已喔 那為什麼我會花這150塊呢 因為我要升級孵化槽和傳送門 需要很多的鑽石 所以呢,因為我懶得等 所以我就直接花了150塊 買鑽石 但是我後來發現呢 其實你慢慢玩這個遊戲有很多免費的鑽石會送你 所以其實呢,你是不需要課金的 所以我除了剛開始花的150塊台幣之外呢 再來我就再也沒有課過金了 所以呢,在這邊統一的回復大家囉 再來一定有網友會問說 那免費的鑽石要怎麼取得呢 好,我歸納出來有13種 13種免費的鑽石取得方式 第一種很簡單就是魔龍 你在魔龍的時候呢 他偶爾會出現鑽石 你看像這次就出現鑽石了 有沒有 再來介紹第2種 第2種就是左邊的這個任務清單 打勾的地方來這裡 那點進來以後呢 你會看到你有一些任務啊 比如說他有一個繁殖任務 就是要你繁殖出香蕉籠 那你只要繁殖出香蕉籠的話 就可以得到9個鑽石 這是第2種方法 好,所以呢 你就是去看一下你的任務清單 看哪一個有鑽石的任務 就去解 就會有 好,再來第3種就是 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呢 他不是每次都會有鑽石 偶爾會有 那像我今天這個就沒有鑽石 但是偶爾他會出現有鑽石的 就是你解完任務以後他的獎勵是鑽石 所以你解每日任務也是有機會可以得到鑽石的 再來第4種方法就是呢 你在地圖過關的時候呢 他在有一些小島上 會有給你一些鑽石的獎勵 但是一次領一次就沒有了 那這個也是取得鑽石的其中一種方法 再來第5種方法就是打地層 打地層在最後過關的時候會有寶箱 那寶箱裡面呢 有可能有機會會得到鑽石 那麼地層在哪裡呢 地層就是這艘潛水艇 你只要普通任務的第44關過了以後 就可以進入這個潛水艇 好 譬如說我已經打完地層了 我現在來 隨便開一個寶箱 看會不會中 來隨便開一個 來 喔沒有中 但是你看左邊是有鑽石的 所以打地層是有機會可以得到鑽石的 再來第6種方式呢 就是奧托幸運輪 奧托幸運輪呢 就是這個氣球 你可以直接點氣球 或者是點右下角 這個免費寶石 這個都是一樣的 那點進去以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幸運輪 那你只要看廣告呢 就可以讓你免費的轉一次 那有機會可以得到這個鑽石 這是免費的 那第7種方式呢 就是參加活動 譬如說呢在7個小時就有 神聖賽事 這個活動 那他可能裡面呢 就會有一些鑽石獎勵 那你也可以參加得到鑽石 或者是一般每日登錄的活動 裡面也是會有鑽石 那個要記得參加 就會免費得到 然後再來第8種方法 就是參加限時賽事 譬如說像這個限時賽事 擁擠龍潮 你只要孵化魔龍呢 達到一定的分數 就會有鑽石 那像這種花寶石的限時賽事呢 你就記得要存寶石 那等到這個賽事出現的時候 你再花 那就不會浪費寶石 而且還可以賺到250鑽 這個也是不錯的一個賽事 再來第9個方法 就是收藏清單 收藏清單點哪裡呢 點右上角這個 點進去 那你點進來以後呢 再點這個按鈕 來這裡 那你就會看到有很多收藏清單 都是有寶石的 比如說呢 這裡有很多收藏清單 那你可以藉由這個繁殖魔龍 就可以得到這些獎勵 這也是不錯的獎勵 有很多鑽石 再來第10種方法就是打競技場 這個競技場裡面呢 你只要連勝就可以拿到這個鑽石 來看一下 譬如說你連勝9場就可以得到1顆鑽石 那連勝12場可以再得到1顆 那連勝18場也可以再得到1顆 連勝20場可以得到5顆 那至於要怎麼樣連勝20場呢 請看我之前的影片就有介紹 在這邊不再贅述 再來第11種方法就是友情點數 那友情點數怎麼看呢 從這個友誼圖騰裡面點進去 那點進來以後他就會跟你講 你只要達到一定的友情點數呢 他就會送你鑽石 那怎麼樣得到友情點數呢 這邊有跟你講 你按一下這個說明 來 他就跟你講 有這幾種方法 都可以獲得友情點數 那你去完成他 達到目標就可以得到鑽石 然後再來第12種方式就是參加龍族賽事 你可以自創一個龍族 或者是加入別人的龍族 那參加賽事就有機會可以得到鑽石 譬如說本週的賽事是卡牌的賽事 那你們的龍族呢只要達到固定的分數就可以得到卡牌的獎勵 那如果是工程賽事的話 除了卡牌之外還有機會得到鑽石 好在第13種取得方式呢就是七席地廣告 你在七席地呢收取金幣的時候呢 他偶爾會出現這個七席地的廣告 就是這個鑽石 這個按進去 那按進來以後呢他就會問你說你要不要看廣告得到鑽石 那你按確定以後呢他就會跑出一段廣告出來 那結束以後他就會送你一顆鑽石 那像我剛剛看完廣告以後就可以領取一顆鑽石 好的以上就是13種鑽石的免費取得方式 那如果有遺漏的方法歡迎在影片的底下留言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狗年旺旺旺旺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爆炸龍王 耶 喔對了還有第14種方法就是探索寶箱 也有機會得鑽石喔 達死美劍 Tyler 你說 你